大家好,我是敏寬 我們在2022台灣Squad Open 訪問到了 我們也是很久沒看到的一個陳志剛的選手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是陳志剛 現在19歲了 不再是青少年了 現在來這裡被電了 你現在還在讀書嗎? 對啊,在讀大學 現在要生大二 準備要生大二了 這次也是 你之前是青少年的國手嗎? 對啊,之前青少年有出國幾次 所以你已經有參加國際公開的大型比賽 也沒有到大型 就是國際比賽 出國比賽過 那你覺得你出國去參加的那些國際比賽 跟我們這次辦的呢 有沒有什麼差異啊? 就比方說可能國際賽他們的 像上次明恩有訪問到他是說 他們有多一個防護員的團隊 你們去國際外參加也是有的 出國的時候都會有 就是可能說 除了教練 他會有就是什麼 像是 運動醫療的那個 他們也是運動醫療的 他們會陪隨著我們出去 然後就是有人受傷 或是晚上可能哪裡不舒服 他就會幫忙 隨時可以幫你們做現場組織 那你覺得我們這次台灣Squatch Open 你覺得辦得如何? 有什麼需要要改進的啊? 沒有 好吃嗎? 便當好吃嗎? 飲料好喝嗎? 飲料也很好喝啊 對嘛 有次有喝又有拿 對 然後你這次也有 有進十六強嗎? 有贏了一輪 有贏了一輪 有獎金啦 超好的啊 獎金很多啊 獎金很多 舒服齁 那你覺得說 對我們台灣自己第一次辦的這種 公開賽 大型的獎金公開賽比賽 你有覺得有什麼建議的嗎? 有沒有喜歡 獎金再多一點啦 拜託贊助商再多一點啦 不用啦 不用嗎? 那下次你也要贊助囉 下次 你自己也說你不是新少年啦 對啊 是沒錯啦 下次可能 下次可能 下次要再認真一點了 下次再認真一點啦 廢太久了 我會再只靠千韻了 哈哈哈哈 你也是 我會再只靠千韻 這次真的是靠千韻 對 下次要多努一點 不要再廢了 下次再廢了 嗯 OK 謝謝 謝謝